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播电视学系主办 不过已经到十几年 什么样的活动可以办十几年 而且路板我感觉 我有看他很多产品 作品 路板品质如何 现定好吗 你想说中豪电视基金会 嘉宜 大家好 我是嘉宜 他说一直说我台机很好 我也想说大家好 蹲点是什么意思 好 蹲点呢 就是像刚刚靖贤讲的 我们要哭下去 接近这片土地 所以当初一开始 蹲点台湾在办的时候 其实基金会在2006年就成立了 那一直到蹲点台湾是在2009年的时候 我们去跟政治大学广播电视学系合作 那我们基金会在2006年成立开始 就跟全台湾各个地方的很多社区部落 去跟他们一起推动社区里面的事情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有发现 社区里面的人越来越少 对啊 留在社区里面的就是长辈 或者是好小好小的小朋友 对 那这中间的青壮年就是 青壮年这一个阶层 其实是流失很多的 所以我们就在2009年的时候 想说那也许我们可以透过 蹲点台湾这个活动 把少年人带回来社区里面 对 那当这个年轻人到了社区里面以后 他其实最一开始能够带来的就是 青年人的劳动力 青年人的活力 那再来就是青年人的创意 这样 家宜你说社区啊 有特别说 他就是聚焦在什么样的社区 其实我们在现在在台湾有89个 我们叫做数位喝醋 比这样子的据点 对 那还蛮多都是在比较偏乡的地方 对 因为这样这样子的偏乡 他在在地里面比较没有办法 有足够的工作机会 所以青壮年人为了家庭生计 他就必须要到外面的大都市去工作 对 那小朋友可能就会留在自己家里 给长辈去做照顾 那有很多这样子的社区 他可能在社区附近 如果小朋友要念书 可能念到国中 到高中就要到外地大都市去念书了 所以也变成说 在社区里面留下来的就是小小朋友很多 那但是这样就比较容易会有一些隔代教养的问题 那小朋友的跟外界接轨的机会 或是接受更多教育资源的机会 也会较少 对 那所以我们蹲点台湾这个活动 我们让大学生到这个社区或是部落里面来 然后让他们来进行一手服务 一手记录 把大学生擅长的才艺 他们学的这些专长知识 带回来到这个社区跟部落里面 可以传承给 或者是有机会去交流给小朋友 或者是也可以带长辈 或者是留在那边的一些中壮年 才有更多的思维 蹲点台湾 像嘉宜说的 他有很多大学生 在苏干的时候 有时间两个星期 就去一个 一定不是他很熟悉的地方 而且我有听到 之前还会给他上课 还有一个高学很赞致的 我跟你说 我是没想到那种商品 说去部落里面 然后拍那种公主照 人家请我吃鸡腿 我穿得很漂亮 刚刚打卡 你如果让我看这个你就会了 我是叫你去做工 做事 其实他有一个很明确的 是利他 不是炫自己 那为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那像嘉宜 因为做这样子的记录 也两周 其实不一定 每一个人都很擅长 说完成一个故事 而且还要了解这些地方 有没有一些行前训练 有 我们在他们大学生出发前 给他们上课 然后这个课是很扎实的课 我们有包括了 教大家怎么拍纪录片 从理论到食物 真的拿着机器去拍 然后从影片的 从没有到有中间 要经过什么样的步骤 老师都会在现场 就是一步一步的教同学 对 那刚刚讲的是在记录这一块 对 那记录有分用拍照拍片的 这种影像的 当然也有分文字的 对 所以我们也有找到 很知名的线上媒体 关键评论网的老师 或是其他知名的 对 或是其他知名的老师 来教同学们 怎么样用文字 来跟大家分享故事做沟通 对 那刚刚讲的都是 一手记录嘛 那我们还有一手服务啊 那我们到小姑 要怎么样去 发现社区的需求 然后做服务方案呢 我们就也有另外 再找更专业的老师 来跟大家教 对 嘉宜说的是说 这个基金会 要办一个活动 那就是也很负责啦 那就是也很负责啦 你有基本上 你拥有工具 要做什么 说得很清楚 那再把同学们放下去 来 现在访问的这个学生 这个学生 就是朱佩宜 就是李怡田 是一个搭档啊 您是同学吗 是 是哦 好 这两位呢 他们的所在是 泰鲁阁的部落 然后刚才 吹这个记录的故事啦 而且呢 他是得到大赏奖 那我们先问佩宜啦 佩宜你是哪个大学 我是政治大学 新闻系大三 好 政大新闻系 大三 然后怡田呢 我也是政治大学 新闻系大三 那你两个是同学吗 对啊 像说要去泰鲁阁的这个部落 这是您家的 还是家族的 我是家的 在出发之前有 那个中华电信 有提供了每个部落的简介 然后还有他们需要服务的项目 那我们就是看过这些服务项目之后 我们觉得 我们就是最喜欢鲁巴斯部落 因为当初他是说 想要建制使机馆 然后需要收集一些文物啊 然后还有一些人物的记录 这样子 所以佩宜你们是 在怡田是知道了 去要做什么会 要做使机馆 对 不好意思 这个鲁巴斯部落 他是什么族啊 他们是太鲁阁阁阁阁 这是花点的太鲁阁阁阁阁 那你们对王主民的议题 往来说有了解 还是要趁这次去了解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可能都只有听过一些讲座的分享 可是都没有实际去当地 就是听在地的人实际讲过 对 所以可能都只有 大 就是有 就是大概的了解 因为我们平常在学校都只会 了解到说 原住民族 但是不会真的去区分 每一个族群他们的差别在哪里 对 好 那像去的时候 第一个 有一点了解到 因为你还要 做这个片 是 要介绍人 那是要非常了解 那去的时候 因为要 要先外面 对 对 你们是大岛 我是住在那个教会 还有一个是给 房客住的地方 对 住在教会 那原来你是大岛吗 我是大岛人 我是桃园人 那念书的话 就是先住台北 对 要去花园住 住在部落 会有提供住的地方 是 好 那先要由先外 开始融入 对 你们去那里都做什么 因为知道要去那边 就是要做使机馆 所以我们在去之前 对 我先打点围后那些牧师 然后牧师就有 先帮我们安排好说 你们去的第一天 就要开始去 跟一些老 那个长辈啊 借念 然后去了解他们的故事 就牧师有先帮我们安排好一些行程 但是因为牧师只要星期一二 都是放假 那我们就要自己找事情做 然后就完成我们的实机馆 还有影片拍摄 那影片多长 有分两个 我们有拍一个是教大家 比如说去万荣村 有哪些景点是 一定要必去的那个 然后那个影片是三十分钟 对 那我们另外有拍一个纪录片 是十分钟的长度 哇 那个去万荣村怎么玩的 其实是因为使机馆 他们是希望大家以后来到 鲁巴斯部落 万荣村就是鲁巴斯部落的 算是汉人帮他去的名字 对 所以就是大家来到这个地方之后 可以透过我们拍的这个 三十分钟的影片 然后对这个部落有一些了解 所以鲁巴斯部落 那汉人叫他叫万荣村 对 所以希望说 大家可以多了解他们 还是应该是用他们的观点 来说他们的故事 对 应该不是用 为政大新闻市 不用去直接做的纪录片 应该是在地的纪录片 对 就是影片里面有蛮多个主角 那我们基本上都是希望让主角来讲话 然后来介绍他们的生活 尊公你若不去在地住 拔高月 今天就是说 他们来就棒 你当这个政大用 用较好的东西 这样去 你感觉内容会不会像吗 我觉得会差很多 因为你真的去看 你就会看到一段的地方 还有一个工作 这真的是差很多 而且你可以看到他们实际 因为那边很有名 就是编织 就是那个织布 那就可以看到他们传统织布的机器 还有他们家里 很多布散落在工作室的那种画面 就跟他们实际来到 代发真的就是会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真的哦 好 那那个佩儀你也这样感觉吗 你看到什么 就是那时候我们有去那个 王在琪长老的 他们家 对原本是只想要访问 原本是要访问一个代美莲长老 对对对 然后后来到他家之后就发现 他们家有很多 狩猎 对狩猎相关的 比如说投士啊 或是猎场 然后我们就觉得 这也是一个太鲁格族蛮重要的文化 所以我们后来就临时加了 就是访问代美莲长老 王在琪的老公王在琪长老 关于狩猎 他的经验这样子 我们对狩猎 是没有概念的 是完全是没 那你去的时候 看老公有猎枪 然后现在有在用嘛 就是他们是要打猎的时候 才可以申请那个制造去使用的 所以就加了这一趴这样子 对我们就临时采访了 关于他们去狩猎要做什么准备啊 会不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他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他遇到熊 是黑熊来了吗 一般的棕熊那种 那他有爬树吗 还是装死 还是做这种 没有我现在讲的是不可以做的事 对因为他们好像是 有规定说不可以 就是打某些动物这样子 所以他当下就是非常的紧张 然后躲在只可能草丛里面吧 他说他跟 他说他跟那个熊那样对峙 然后你看我我看你 然后看一看之后呢 他就一直不动 然后等到那个熊慢慢走了 他就慢慢退 好 来 现在好问是这个 蹲点台湾 这是政大新闻系 三年级的同学 在地的故事要有在地的观点 所以我们刚刚讨论的是说 你今天如果是在台湾 去现场去有什么没什么 就衍生出打猎 然后支部的故事 好那在这里面有很多 你刚才在那里 你觉得 跟在地的长老 势劳的互动是怎么样 我觉得一开始就很不习惯 因为他们其实比起国语 他们更好的是族语 族语是什么 太鲁阁族的族语 然后我们就是完全听不懂 你就出国了 对对对对 对对对 那我们就需要靠那个 一个教会的实习生 帮我们做一些翻译 不然都听不懂 你不是会出国呢 你是真的出国家 有翻译 有这样感觉 所以真的要靠翻译哦 对 一开始啊 因为有一些 真的是完全不会讲国语 但是有一些会 都会讲一些 但我有学那个 泰鲁阁族的你好 我现在还记得 你怎么讲 怎么讲 NBX好 NBX好 你好的意思 不容易选耶 对 你真的没有 蹲点跑过去 不容易选啊 好 那我们在讲说 你是对部落的了解 甚至移工族语 都超乎想象 那当然有一些 纪录片的技术 那到那边 你要先能够 更深入素材吗 决定拍什么 那这个拍片的过程 有什么困难吗 最大的困难 就是语言的障碍 就像刚刚一天讲的 就是 就算我们有 那个教会的实习生 正常歌帮我们做翻译 可是就基本上 他所学的族语 跟那些起老讲的族语 已经是 已经有大概几十年的落差 又不一样 对 所以就是我们在拍片上 还是会有一些沟通的障碍 这样子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点 是因为 纪录片 它就是一个 一秒的发生的东西 你一定要当下马上捕捉 不然这个画面就没了 对对对 所以在拍片我觉得很困难也是 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故事 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画面 但是我们错过的就是错过了 对 因为我们还要架脚架什么 然后就是手忙脚乱 然后还要对焦 所以通常那个 我们觉得一定要拍相当的画面 就已经流失掉了 不过听得出来 这是 就直接学习 因为去现场才会觉得 我想要这个 可是这样就没有 好 那也会没有 还有那个语言要沟通 像这样子的一个片子 后来你们自己的讨论 因为毕竟你要做一个30分 这样的介绍 那也是有一个重点 你们跟我说 当这个鲁巴斯部落里面 呈现那30分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有分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以游客的部分 一个是以在地居民的部分 那游客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希望介绍在地 最值得去观光的景点 就是希望大家是可以去做深度旅游 而不是走马看花的那种 所以我们不仅介绍景点 也会介绍景点背后的历史脉络 跟他为什么现在形成 那以在地居民的观点的话 是希望记录一下这些长者 其老的生活 还有他们的一些传统 像编织的记忆 或是雕刻记忆 然后让以后他们的小孩 可以看到说 原来他们的爷爷奶奶 是这样生活的 然后他们的家里的那些东西 原来是有这种背后的意涵 这样子 所以织布对人是很重要的 女性来说 就太如格作女性来说 因为你怎么吃 他们有想要教我们 但是因为真的是太难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学到 对 说我联架机器 已经架到手忙脚乱了 但我们说不定以后 就是可以回去讹一下 讹一下 不过因为他的记忆 事实上一定是很很珍贵 因为一定是存在多回的 就是他们的机器非常的复杂 就是连他们自己的主人 现在小朋友要学 都是有一点难度的 他们其实有那个断层 就是妈妈这一代 因为要出去工作 然后就没有办法 就都出去 没有学到那些织布的记忆 所以其实是有一点面临失传 但是现在有开始一些 小小年纪的小朋友 那个国小会开始学 这些东西 所以说 我们这两位同学 一起参加 重要电视基金会 这个蹲点台湾 好 那一蹲 半个月 半个月 那待在教会里面 不过最重要的是 他一马完成这个 这个花莲县万荣村 这个鲁巴斯部落 教你怎么玩 好 我们现在去 如果我没有 我就是要打算去看你们纪录片 好 你们表达希望我怎么玩 影片最核心是希望大家知道 五大织布坊 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大的篇幅 是在讲说 这五个织布坊的拍摄的内容 然后这五个织布坊 其实各有特色 像是有一个是秀卖阿嬷 他的织布坊 就是结合干妈点 还有面点 所以就是你去 可能你买一个 杂货 对买个面之后 你可以其实可以坐在路边 就听阿嬷讲他的故事 对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干妈店 因为你去到鲁巴斯部落那边 然后你 大家都只会知道一个叫做万龙猪角 还有林田山文化园 还有满妹猪角 那大家都知道这些就走了 但是其实 他们的部落有五大工作坊 那些编制工作坊 是你没有认识 或者是你不知道 你就没有办法走进去 因为他在门口 就跟一般的家庭是一样的 对 所以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些工作坊 你去问了 就是可以有机会去 长老他们的工作室 去看编织的样子 或者是可以跟他们定做那些 织布相关的东西 哇 还可以定制 这个手工作的织布的东西 那像你们这样去半个月啊 因为总是离开家嘛 那家里的人会欢乐吗 我爸妈他们有来教会看我们 对 但是就是 他们是突袭式的那种 然后我就觉得 吓到 然后在他们来的时候 也没有好好的带他们去玩 因为那时候我们后面 还有其他行程 对 我想他们也不是去玩的 对 来关心你 这样子 所以爸妈还是会去看一下 那如果说 整个过程 因为你们还有得到大奖 对 所以你们在做的时候觉得说 就是烂了 我们做得很好 会有这种感觉吗 其实那时候 颁奖前的心态是觉得说 就是问心无愧 因为我们真的觉得 我们就掏出我们所有的东西 来服务这个社区 那有没有得奖 其实 就是我们已经自我肯定了 那得奖是 其次这样子 我好羡慕你 还没有颁奖 你已经得奖 对 我自己给我最大奖这样 因为我觉得我们那时候使机馆 我们有收集很多跟长老聊天 然后收集他们家里的文物 然后我们有拍那个影片 然后帮忙布置那个使机馆 因为牧师跟我们说 那个会永远待在那里 对 然后我们开幕那一天 很多阿公阿嬷来 然后就是看影片 看到哭的 然后就是反应就让我们觉得 哇 我们得奖了 真的很尴尬 不过真正的感动 还是还是生活的互动 我们真的有做了一些事情 是 因为我下一个问题 本来他们说 阿公阿嬷有没有看 显然就是因为他们看了 所以你觉得你已经得奖 对 因为你们今年参加了 那明年还是有蹲点台湾 你们会很鼓励 学弟学妹们来参加 还是其他同学来参加 我觉得会 因为我们是新闻系嘛 其实我们真的 很不会拍片 然后一开始很怕 就是说 因为要拍一个纪录片 然后下面都没黑了 就去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 就算 因为我觉得比起 你的技术好 更好的是 你要找到一个好的故事 所以 不管是哪一个系的学生 只要来 然后体验这个地方 然后找到一个好的故事 然后去聊 去拍 其实就可以有很大的收获 那这个 配与觉得呢 就其实我觉得 这个活动最好就是 你可以走出你的舒适圈 然后真的去看到 就是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 还蛮推荐的 蛮推荐 好 所以你最大的学习是什么 我觉得 因为我在台北 就是 就是大家生活节奏很快 然后我就很常做事情就会 就是也没有流行吧 就是只是求快 可是我到那边之后 因为那步道真的很慢 然后就可以好好的专心的听 他们讲的一些话 一些故事 然后消化之后 就是内化成自己的养分 我觉得这对我说 还蛮重要的 对 就是有真的 用心在过生活的感觉 有用心过生活的感觉 那一天呢 我觉得应该是说 原本对于 原住民的部落的 刻板印象 有被打破吧 就会听到牧师就说 其实我们不要以族群 比如说我们都会用泰鲁阁族 泰雅族 鲁凯族这样去分 可是他们觉得用部落去分 其实是更好的 因为即便都是泰鲁阁族 每一个部落的生活方式 或者是 他们的一些信仰 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就会打破我对很多 不同族群的一些刻板印象 好 这个是蹲点台湾 蹲出来的心得 对 有时候和我们说 少年人的沟通 其实有时候 用一个性化 有面对他就能够有一些感受 那两位到了这个泰鲁阁部落 还做了 真的还做了这个像模像样 很棒的那个介绍这样 那现在哪里看得到这个影片 我们有一个粉丝专业 叫做鲁巴斯日记 然后那个脸书粉丝专业 还有Instagram都有 然后都可以看 然后Yugo在YouTube 然后可以搜鲁巴斯日记吗 我搜尾影片 好 鲁巴斯 就是这个泰鲁阁组里面 这个鲁巴斯部落 对 的日记 这个是由我们 政大新闻系三年级的 朱佩颖 咖喱一田 两位呢 真的是蹲了半个月 做出来的 之前就有努力 就有准备了啦 大家来看看 那要去跟他一起 对不对 是很好的参考 然后我们如果看了 还会去 去会跟长老说 我跟你讲 我就是看了这个影片来 可以这样长老 教大家支付 好我们今天谢谢 两位接受访问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多个无意书 最精彩热流 在Spotify Google Podcast 还有Apple Podcast 都听得到哦